一頭衝破大片玻璃 吳康仁飾演運超車大倒一角 成羞鬥狠 驚險萬分 電影狂圖前倒預告曝光 耗資了六千萬打造 早來金鐘影帝吳康仁 以及最佳男主角演員 林哲喜攜手演出 只特訓三個月就正式開錄 還一度打到頭破血流 終止拍攝 而這也是吳康仁 第一次接演動作片 跟過去的角色似乎差很大 麻醉風暴中 吳康仁飾演保險業務 尋找病患的死亡真相 進而揭發一連串的 白色巨塔黑幕 演技細膩層次分明 2016年再憑著一把金 獲得第51屆金鐘戲劇節目 男主角獎 你不可以越懸吊場 你為什麼還留著照片 我們可以合作 就像以前那樣 像以前那樣 不只動作片 近期還有另一部懸疑片 也要上檔 吳康仁大螢幕作品 接連上精湛的演技 想必再度引發話題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上檜 下檜 上檸